大家好 歡迎來到防天災保平安 三年五第三小節 未來防治思維 未來主要的防治思維 在洪水總容積不併引領之下 降低尖峰流量 土地開發以前 大部土壤表面都是天然 土壤脫水性良好 同樣的一次暴雨的洪水量 很多能夠附上到土壤以下 也就是有比較大的動機 因此降降流量就會比較低 土地開發之後 地球表面被人工過造物誤解 原來人工過造物通常脫水性不好 不管是建築或道路 因此未來的防治思維重點在 如何相比開發後的建築流量 回到開發前的建築流量水平 未來防治思維 六大準則 一 盡量維持河川自然特性 大部位地區 推動 合流流量流量河川自然特性 進行了渠口氣 1914年 後速速渠進了 積極發展 颱虹防災科技 盡量維持 核川天然特性 對需要治理的核斷 應先調查 核川既有環境生態 採取 因地治癒 及對環境衝擊最小之 接近自然工法 重建核川流域 水溫循環 以生態氣地 規劃河岸景觀 以及清水空間 提升核川 生態旅遊附加價值 創造核川魅力 發展成像 新風貌 水利鼠結合 生態旅遊 新遼溪完成整治 東山河上有 五大支流 其中 新舊遼溪 水路蜿蜒 寬度嚴重不足 每逢好雨颱風期間 發生液體及 蔓煙情形 成為沿岸居民 難以某內 夢驗 未解決 上游 新寮地區 液淹問題 水利鼠 河川局 特於 液淹水地區 水灣治理計畫 辦理新寮區 整治工程 從 從 左邊 引有的 新寮區 上游 畫面 以 整治之後的 相片做一比較 各位可以 看到 新寮區 整治之後 除了中間 經常 行水區之外 兩旁 宏萬區 預留給 洪水來說 淹沒區 很難維持原來 自然特性 就是 脫水性良好 能夠容納 放洪來的 大水 大都衛地區 推動 流域綜合治水對策 都衛地區 都市化程度較高 推動 河川流域綜合治水對策 兼顧 防洪生態清水景觀 及支援永續利用之目標 在河川流域上中賽 有規劃興建調洪水庫 製洪池 雨水入盛 以儲蓄 及地下分洪河川等設施 有效降低都市河段 洪洪流量 全面改善淹水前市 渠道接地化示意圖 低洪或地層下限地區 四高淹水前市地區 一建議優先考量推動洪災保險 或訂定洪水主流契約 二政府不再投資 治水經費 與居民簽訂合約允許洪水 蔓延該地區 但洪災之後承諾一定補償金額 三 立法修法獎勵興建耐洪性建築物 限制地面羅層使用 同時規劃設置雨水儲流及內水排除減災設施 降低淹水損失 在國外 英國研發出水路兩棲駐宅 如土所示洪水來起時 駐宅可以隨著水位上升和浮身減少洪水災害 沿著河川兩岸容易泛濫地區的治理 沿著河川兩岸容易泛濫地區 依照水利法第65條規定 市需要劃定為洪環敏感區 洪環敏感區分區限制其土地以建物使用 建立常態監測制度 並其追蹤考核 新竹市洪環敏感區分布圖 咖啡色為洪水平原敏感地 可以進行都市計畫適度開發 洪環敏感敏感地 另外有 土色海岸地區洪水平原 以及其他常進水區 潛在洪水平原 以及平歷100年的洪水平歷到達地區 都必須依照其分區限制土地建物使用 建立常態捐測制度 並期追蹤考核 至於未調查地區擺設部分 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訂定超大水災規模因應計畫 有建議美國卡吹納颱風之攜起經驗 卡吹納颱風 美國政府搶救工作鎖忙腳亂 重建工作緩慢進行 假如台灣遇到類似情況 將不堪想像 所以政府部門 應積極推動超大規模水災因應計畫 第一步工作 先設定降雨規模 根據降雨規模 來進行水災情境模擬 依照情境模擬 做成各種因應計畫 積極發展防台防洪科技 積極發展排洪防災科技 經過完整防災救災地災減災體系 減災地災剩餘防災 防災剩餘救災 全面推動非工程維護管理措施 建立洪水訊許發布機制 過過公布淹水警戒區域 可能淹水深度 以及淹水區域管制 疏散避難計畫等資訊 及防救災教育演練 期望有效提升政府與民眾災害應變能力 本章節講述到此結束